发烧,呼吸几处有五天了 然后全身倦怠、肌肉酸痛、咳嗽有弹 这都是点型流感的症状 对不对,肝油的流感症状通通都有了 那来到急诊的时候 就是因为已经呼吸困难了 那一检测就血氧很低 那胸部位置方面一看 就可以看到整个黑黑的是正常的肺部 黑黑的越少的话表示肺部越严重 所以肝要两边黑的地方 那这边都白色 这是很厉害的一个肺炎的现象 而且已经出现了呼吸窘迫 已经在喘了很厉害了 所以直接从急诊就直接进入到家务病房去 那当然也给插管 被插到气管插管 然后他和平败血症 那要使用到已经到休克的程度 需要使用生压器才开始慢慢好起来 那出现之后很快 赶快就怀疑是流感